最近疫苗风波刚起,朋友圈都被刷屏了,可是该打的疫苗还是得打,而且也有很多的家长反应,打完疫苗发热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有的宝宝接种完疫苗后会发热这个问题? 要从接种疫苗找病的原理说起,接种疫苗实际上是将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病原菌或病原菌的部分成分,毒素的,也称藏原,通过注射等途径。 人为的感染人体,是当刺激免疫系统,促使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从而使宝宝获得抵抗同种病人群感染的能力。 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宝宝欲望接种后,引起发热比率最高的是,摆摆破疫苗,其次是买诊,包括麻风、麻塞风疫苗、流感疫苗,相对最低的是乙肝疫苗。 实际上,接种疫苗就是依次人为的,轻微的感染过程。 所以,接种疫苗后,有的宝宝会出现发烧的,类似于生病的不良反应。 通常是在接种后的24小时内出现,而且比较轻微,由于每个宝宝的体质不同,对疫苗接种后的轻微感染反应,也会或轻或重。 接种疫苗后出现低热的轻微的反应,一般持续时间不会太长,都是一过性的,家长无需过于紧张。 若出现发烧,根据不同的体温情况,可进行相应的处理。 采用物理降温,用温毛巾擦拭,不建议用酒精擦拭。 一般家长对稀释的程度把握不好,正医生不定时解答健康问题,有需要的可以加一下。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